香港字幕 李卓中 阿Ki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馬來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Netflix 今天大家可能這幾天要留意到他的新聞 我們一起來看看日文版的字幕 還有我認為裡面有很多生紙不錯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App 看看他们每一个生字是怎样讲 和整篇文章是讲些什么的 25%も急落しました ニューヨーク株式市場では20日 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の株価が前日に比べて およそ35%急落して取引を終えました 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は19日 世界の会員数が1月から3月までの3ヶ月間で 20万人減り2億2164万人となったと発表していました ウクライナ危機をめぐるロシアからの撤退や 記録的なインフレの影響で娯楽への支出を抑える 消費者が増えたことなどが要因とみられています また4月から6月までに さらに200万人の減少を見込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は家族や友人などパスワードを共有して 料金を払わず視聴する層が1億世帯に上るとみて 対応に当たるほか広告付きの割安プランの導入を検討して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過去10年来Netflix首度会員減少 股价暴跌35% 美国著名影視企業Netflix 10年以来首次会員減少 為了今後成長带来警訊 股票暴跌35% 紐約股市20日收盤時 Netflix表現と前一日相比急劇下降35% Netflix在19日公布世界会員数1月至3月時 大約減少20万用户 現況2億2164万人 主要原因認為受到烏克蘭危機 撤離俄羅斯市場影響 娛樂性消費受控制 目前預測4月至6月 會再有一波200萬用戶減少 用戶把Netflix帳號密碼 分享給家人和朋友 未交会員費的用戶 大約1億左右 因應這個情況 未來可能會導入一些 便宜的廣告增加收益 不知道大家是否用Netflix 還是Disney Plus 越來越多這些平台 可以收看世界各地不同的節目 所以比起傳統電視 可能傳統電視最近收視都會下降 不知道大家又是用什麼呢 大家是用Netflix 還是Disney 還是還在看傳統電視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禮拜三再見 那麼再見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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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修理 Cindy 請 cracks 按讚 後